好 柯文哲在臺北的雨災的過程當中 對於百林橋下的這些車輛的通知 被認為其實是說謊 接下來他在政治信仰跟政治理念上面 驚人的發展是他要跟中東緊合體 很多人說這叫做黑白配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2024 為了他的總統選舉 他是生冷不濟 婚宿都來嗎 我們來看最新的報導 無黨籍苗栗縣長參選人 中東緊證實 10月20號將會和柯文哲同台 我們苗栗縣議會 本來跟台北市議會 就有赴訪的這種經驗 明天是有14位也要跟我一起上來 苗栗縣議會要在20號 由中東緊率團拜會台北市議會 也會參觀台北市府的大數據中心 接著還要參訪南門市場 而柯文哲也會陪同 傳出民眾黨內有雜音 不樂見柯文哲和黑道背景的中東緊同台 就怕白色力量被染黑 高峰還不敢說你跟中東緊同台 不要對了不要對了 後面有了 後面是530秒鐘 明天會不會怕這個跟中東緊接面影響到 我跟你講明天的事明天再緩的好不好 我以為明天柯主席會跟中東緊接面 結合的話 那我們只能認為這個非常的遺憾 柯中會曝光之後 民眾黨參選人低調 綠營炮轟黑白配 中東緊還透過廣播專訪時加碼爆料 透露柯文哲很看好他 兩人連施江新法都切脫過了 有談到說如果我能夠當選縣長 他會提供一些演技教學 庫克雲的經驗 還有當然因為我的政見裡面 有其中一個是智慧城市 所以有考慮萬一到時候真的當選了之後 在政黨的選擇上重新選擇嗎 因為本來國民黨嘛 應該沒有 有可能加入民眾黨嗎 不會不會 因為我的黨員資格我認為會在的 身為民眾黨黨主席的柯文哲 是不是用行動宣告 民眾黨的核心價值就是黑白配 民眾黨是不是要幫助黑色力量 讓黑金勢力擴大版圖 徐定正同批 柯文哲和中東緊各有盤算 柯中合體還沒登場就先引來罵名 中東緊 他就說他這個人 柯文哲合體的目的 是為了實踐民眾黨的黨綱嗎 柯文哲的目的就是要擴大他民眾黨的一個勢力 因為基本上民眾黨就是國民黨的副牌 但這個副牌有超越正牌的一個趨勢 因為中東領在苗栗那邊確實他當議長 這期間累積了非常多的這些人望跟資源 資源有多多呢 他的夫婦在苗栗縣 林淳穎委員有整理出來 有一百三十二筆土地總共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坪 也就是遍布整個苗栗都是他這個地 而且他一度買了這個 讓人覺得非常羨慕 要價一千七百九十萬的這個法拉利 超跑五九九 但是也有人說他可能有稍微買貴了 他現在到底有多少錢 那存款 這個帳面上這個存款看起來是 這個三十八 保險也上億 存款是一億多 快兩億 一億一千七百 保險也上億 保險也是上億的 二十五筆 那讓人覺得奇怪的事情是說 那他到底是做什麼樣的一個正派生意 可以累積到三億的一個資產 因為目前來看 照理來講 你有這個資產 然後你應該是個中小型企業的企業主 然後你有一個運作很良好的一個公司 可是他常年來說 都是投身在政治當中 那沒有想過投身政治會這麼好串 這就是非常非常奇怪 除了買小拉利 還買了什麼 對 梁藝人好像他這個 他這個不是將近三億 他的三億只是把他的就是有價證券 跟他的這個存款 就是說這些可流動的 還不包括土地 土地有一百五十九筆 建物十八筆 計車三輛 土地一百五十九筆 他可能已經超過五年了 就不需要登入任何的那個 這個都是屬於財力非常雄厚 所以柯文哲很喜歡跟財力雄厚的人 在一起 左邊有無心儀 右邊又跟中東幾合合體 這樣子的話 他二零二四就可以確保當選 柯文哲一貫的做法 從後門去密會財團 然後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跟中國的國營企業高層 開心的拿這個市府的錢 請他們吃飯 然後到找這個新光小公主新盈這個進來 先做實習 實習的意思就是隨時要準備 這個把他換上當立委 然後到現在去跟總統領預計要去同臺 那背後其實都是一個字 就是錢 因為對柯文哲來講 他只要覺得有錢 可以轉換成網軍 可以轉換成各種選舉的資源 對他二零二四來講的話 他就是努力要去提高 他選總統的機會 或者是就算選總統不成 他也有機會跟其他勢力合流了之下 去拗到一個行政院長 就他自己講 他說他比較適合當行政院長 他已經在喊價碼了 就是說你跟我合作 他曾經說過 他是一個優秀的行政院長 他自己這樣講的嘛 那就是一個喊價的方式 就是有些人如果想選總統的話 可以跟他合作 他選後當行政院長 然後讓那個人去當總統 那當然他必須要維持這個聲勢的話 對他講錢非常重要 所以他跟總統領預計要的合作的話 這樣看起來態勢是很明顯 但是大家也都是會覺得很擔心 因為總統領過去叫鍾昭平 二十五歲的這個時候 就是把人家給踹死 那這件事情一開始還逃亡 是後來被警察再抓回去 然後抓回去關了幾年之後 再放出來 這些都是國民黨的人 這個是時代力量的描迪 時代力量跟在地的這些候選人們 對他的抨擊嘛 對不對 當然這件事情你說過很久了 然後可能是 但是重點是一開始 他們都說不可以在節目講 如果他真的覺得這是過去的事 他那時候應該就要把這件 比較重要的事情 真的有判刑的事情講出來 他不敢講嘛 然後結果被揭發了之後 再說這個 我們這個不要再去談這些過去的這個事 然後你要去在乎在地的鄉親 好像是說他踩死人這件事情跟苗弟的鄉親 有什麼關係一樣 所以我覺得說這件事情最傷的 其實是民眾黨他內部 因為原本有些民眾黨 一些基本的支持者 他就傻傻的相信說 柯文哲超越藍綠 柯文哲很清廉 藍綠都在亂搞 結果你發現說跟一個常年是國民黨的 在地方的龐大勢力的一個周東景 結合在一起 這件事情對民眾來講 他多少是會流失一定的這個中間 跟年輕的這個選票 他其實受害最深的是 黃三昇 高宏安 柯文哲 跟周東景合體 你覺得會傷害 柯文哲本身有幫助 因為他實質的利益增加 但是一些空氣票會跑更多 高宏安的空氣票 跟黃三空氣票跑更多 以後高宏安出來 或者是時候人家就說 你要支持民眾黨 所以你就支持中東景 你就支持這個踹死人 那就變成是說 這個對於高宏安的選情 其實是有很大的這個影響 而且請教實情 而且是中東景到臺北來了 那中東景是選臺北市長 還是選苗栗銀行的縣長 為什麼不是柯文哲到苗栗去呢 我覺得中東景不是 我覺得中東景 這個人挺有意思的 就是說他的人生的歷練十分的豐富 然後在這個道上 看起來也是經歷過相當多的事 也因為他經歷過的這些 使得他是連國民黨這種政黨都不要的人 記不記得那時候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怎麼講的 如果是要提名中東景的話 那以後大家都要穿多穿幾件防彈衣 講得好白喔 對他講得這麼白 他是連國民黨都不要的人 就柯文哲要 柯文哲要 柯文哲把他當寶 所以剛剛朗東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柯文哲有沒有價值 有 錢 他的唯一價值就是看錢 中東景有錢 然後所以中東景現在看起來好像也有票 那這件事情對柯文哲來說 天啊 這個真的是大補完 不但是他跟這個中國的企業在那邊密會 然後死也不肯公開 說到底跟誰吃飯等等 記不記得他的市長是實習生 誰可以進市長 是當實習生 交加的 有錢的小朋友 還有有錢的小孩 只去實習一天的 洗個經歷 洗經歷 那為什麼 為什麼其他的臺北市民 不可以去洗一下經歷 為什麼只有有錢人的小孩 可以去洗經歷 這就是柯文哲判斷的價值 有錢就好 有錢加有票 中中景 簡直就是人中之龍鳳 對柯文哲來說 他眼中最最重要的就是 但是他有沒有想到會影響這個 比較就是有思考力的民眾黨的支持者 對不對 因為民眾黨本來是靠理念起家 那這樣會不會 有思考力的不會參加民眾黨 謝謝 我是年輕的 有這個比較天真的 對於柯文哲的政治 有某些想像的選民們 這個會影響到黃珊珊 像朗東說的也會影響到高虹安嗎 跟中東景站在一起 明天呢 是明天呢 他會不會臨時抽腿啊 那他跟中東景站在一起 是連國民黨朱立倫 黃建廷都不 不稀愛到的事情 結果柯文哲敢做 我覺得寇姐你這個問題就太淺了 會不會影響黃珊珊跟會不會影響高虹安 這件事情 對我柯文哲來說 跟我柯文哲選總統這件事情來比 誰比得上 所以這個人家那個蔡壁如本來還要訴願 真清白 結果當天晚上就把人家幹掉了 因為有一個 下午就把他幹掉了 第三代金控的老闆的女兒 而且還是繼承人要加入了 那這樣一個政黨 他在等一下的 下個月開始的十月二十六號的選舉裡面 不會有螺旋效應嗎 我們先插播一下請教我 你認為柯文哲為什麼敢講那句話 我們在節目裡一直沒有討論過 因為我看到這個新聞一直很納悶 他哪裡來的自信 柯文哲說 他覺得與其做總統 他覺得做總統沒什麼 他這個人才應該做行政院院長 我覺得他是應該去中國做國務院總理 講得真好 對啊 人才 現在這個習近平在選這個誰 當國務院總理搞得焦頭爛額 柯文哲直接就去中國 報名 當行政院長是多困難的一件事情 當行政院長光在立法院裡面 面對這個一百多個立法委員 都已經是一個大功臣 他自己在台北市議會裡面 這個簡單的幾個減蘇培 苗博也就把他K的滿頭包 居然還敢講這個話 你覺得他講這個話是放消息要做 跟未來的總統的候選人 或是未來選上的總統的政黨 當然不是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已經看透他了 會跟其他的政黨想做交換嗎 當然他可能是在跟侯友宜放話了 因為這個不是一直有藍營的人 在趙少康他們在推動所謂 柯侯配 柯侯配嘛 那他可能覺得最後 可能跟侯友宜 侯友宜不想要跟他配的話 那他跟侯友宜要個行政院長做做也不錯嘛 好 這個這一點呢 其實我個人是一直在想他怎麼敢 因為他上 我這個好久以前 一個多禮拜以前的新聞 我覺得其實他有那個失業恐慌症 因為他 12月25號就沒有市場錯了 王世堅已經給他買了去 台東的火車票了不是嗎 但是他想要用國家資源 做了市長 還想要用行政院院長 所以12月25號以後 我們在節目裡面怎麼看 柯文哲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發展 但是問題是民眾黨的這個選舉 真的就這麼樣的如意算盤嗎 對柯文哲來講 吧 你 比我要過 原łę堂 只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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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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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rse